我等下利用這個LINE IN的地方啊 用我的這個安卓手機啊 發出一個音效出來 或者是這樣子 MIC IN的地方我就接這支麥克風 視訊呢我就接兩個視訊 哈囉哈囉哈囉 哈囉哈囉哈囉 前往畫面沒問題的 哈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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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常在一些 錄音方面的這些直播的設備 常看到這個所謂的這個 MIC IN跟這個LINE IN 那到底什麼是MIC IN什麼是LINE IN 他們的接口好像都是3.5mm的接口 那到底有什麼差異呢 還有啊我們常在看到一些這個 直播的這個音效卡 他後面的這些接口也會看到 所謂的這個什麼伴奏啊 還有所謂的這個什麼話筒 伴奏跟話筒有什麼差異啊 我們在講入正題之前我們先了解一下什麼是耳麥 耳麥他是耳機跟麥克風也是3.5mm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接口 你看喔 耳麥的 接口是3.5mm 你看他有幾環有四環 四個金屬環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純麥克風的3.5mm是怎麼樣 純麥克風的這個3.5mm 他是 3.5mm但是他就有三環 也就是說啊 其中那一環 就是耳機的部分 耳機就是輸出 輸出到你耳朵 麥克風呢就是輸入到你的這個手機 或者一些 裝置裡面去 那就是 就是同時擁有這個輸入跟輸出的單位 那麼麥克風他就只有純 純輸入 所以他就3.5mm就只有三環 那麼我們再回到剛剛的問題就是說 什麼叫做MIS-in 什麼叫做Line-in 我們就舉個例子吧 像這個Line-in 他的源頭就是來自於這個Sony的DVD 我這邊播一個影片啊 他就會把聲音 主動的輸出出去 那這個 MIS-in不一樣啊 這MIS-in的話 你平常這樣 是沒有聲音的 你必須要連接到那個裝置 這個麥克風才會有聲音 但是這個東西是一直都會一直輸出出來 也就是說你有可能會被電到 你用這個善用電錶去量這兩個電壓的話 他是有電壓的 好啊你現在直接去量他是沒有電壓的 所以MIS-in是不會被電到 Line-in會被電到 好那我們來連接一個設備做個實驗 像這是我們公司的一個設備 他這邊有Line-in 我們把接上來 好啊然後呢連接到這個 這個筆記電腦 我們等一下用OBS來看一下 我們開啟OBS 你看 他就有聲音了嘛 這個聲音的來源就是這一個 DVD播放器 你看我把它拔掉 沒有聲音了 插上去就有聲音了 那我現在在把這個拔掉 我連接這一個 這個 MIS-in給你看一下 MIS-in 我就會講話 哈囉 哈囉哈囉 喔 就有聲音了 哈囉哈囉哈囉 這樣子 所以啊這個 Line-in跟 MIS-in的差別點是 就是在於一個是 一直主動的發出一個聲音出來 然後這個呢 是要連接這個裝置之後 這一個 麥克風才會 使用 才能夠使用這樣子 也就是說這個裝置要提供電給這個麥克風 才能用 我們要怎麼將我們的這個 MIS-in 這個MIS-in這種麥克風 3.5mm的這種三環 然後連接到我們的 筆記電腦 然後在那邊做直播呢 我們來先看一下這個筆記電腦他的 洞是怎樣 像我這台筆記電腦他的洞就只有一個洞而已 3.5mm的這個 一個洞 那這個洞他理論上他就是接這個 3.5mm的四環 他這個是 麥克風是就有三環 不一樣喔 你注意看 一個是三個環 不一樣的 那這個筆記電腦一個洞的 他就只能接這個3.5mm的四環 也就是這種耳麥的 那麼你要連接這一種 純麥克風的這種話那就有問題了 我建議啊可以去買一個這個所謂的 音效卡 這個是USB的音效卡 這個很便宜啊 30塊台幣就有了 你就 連接到這邊有一個麥克風的地方 你就把 連接進來 這樣子 然後連接到你的這個 USB的洞這樣子 我們再打開OBS就可以看到聽得到聲音了 然後呢輸入的地方去抓這個 USB的這個 音效卡的地方 然後就有聲音了 你看 哈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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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聽到聲音吧 OKOK 這樣子 那有人說這一個USB的音效卡 我可不可以接這個Line-in 我們來接接看吧 應該是可以啦 但是聲音會有點問題 像這個是 剛剛的這個Line-in 是這個DVD的這個Line-in 把接進來 接到這一個地方 還是有聲音 但是這個聲音會有問題就是 他很容易飽和 因為 他這個音效卡是設計成這個 MIC-in 設計用的 那Line-in的話 他本身就有一個電壓準位比較高 所以 如果他的聲音比較大聲的話 他就很容易飽和 聲音就會聽不到了 就會 就會變成是 沒有辦法辨識 DVD播放器的聲音調低一點 這樣也許 就沒有進入到飽和區 就可以使用了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什麼叫做 MICE-in 什麼叫做Line-in 我等一下要做一個很有趣的實驗 MICE-in就是錄主持人的聲音 我要用我的手機 變成一個 音效卡 在直播的過程中 可以同時使用這兩個聲音的混音這樣子 還可以做一些簡單的一個視訊的切換 我等一下利用這個Line-in的地方啊 用我的這個安卓手機啊 發出一個音效出來 我們當成是一個直播 熱場的音效 比如說這樣 我撥一個音效出來 比如說這個 或者是這樣子 或者是嬰兒效 那我就要把這些當成是我的直播的音效 熱場的音效 那我怎麼玩呢 很簡單 以這台安卓手機而言 我就去準備一個這個 USB-C的HUB 這個是USB-C HUB 把它連接進來 然後呢 因為現在的手機都已經沒有那個 3.5mm的動了嘛 所以我就準備一個音效卡 這個很便宜啊 這個是30塊台幣的音效卡 我把它連接進來 從這個 耳機那邊出來的 所以我把耳機我就連接一條這個 3.5mm的這一個 三環的這條線 把它連接到這個耳機的地方 耳機 連接進來 然後呢 另外一頭的這個 3.5mm的這個 三環 連接到這一個LINE IN的地方把它接進來 這樣子 那我把我的手機 架到這個上面去 然後我在做直播的時候我也要台攝影機啊 我那台攝影機當成是我的視訊來源 把它接進來 接到這邊有一個 HDMI IN的地方 接進來 這樣子 好然後呢 這邊還一路可以接一個webcam 我就連接這一支webcam 這一支文件攝影機 我可以照我的書本啊 之類的 把它接進來 好 然後我們現在要先去設定這台硬體的這個 聲音的來源 因為我等一下 在做 OBS錄影的時候或直播的時候 這個攝影機也會有個聲音 那我還要接這一支MIC的麥克風 接到這個洞 所以這時候聲音會混在一起 就很討厭了 所以我要去這個 那個電腦裡面去設定 怎麼設定呢 這邊有一個 parameter的地方 我就把它連接USB-C的線連接到我的電腦 這是USB-C的線 然後呢把它連接到我的電腦 然後我要設定他的聲音就只有 那個 LINE IN跟那個 還有那個MIC印就對了 好讓我到我的瀏覽器 172.20.13.168 進去 然後他有一個 混音的地方 這邊 混音器這邊 我就把混音器的這個 輸入A 輸入A是HDi的來源 HDi來源是這一個攝影機 我把這一個的聲音給關掉 A的聲音給關掉 B就是那個webcam的聲音也關掉 反正拿A跟B的聲音關掉 這時候這樣的設定完之後 我確定我的聲音就只有來自於LINE IN跟MIC印 LINE IN就是這個 手機的聲音 MIC印呢 就是這支麥克風 這時候打開OBS 然後我新增一個視訊裝置 這個視訊裝置我去抓USB3.0的 去抓 好 抓到了 你看 這個影像是來自於他 然後呢我可以用我的手去控制 這一個A的話就是這個 上面這一支攝影機 然後呢我可以用我的手 去控制這個視訊的來源 到底是 攝影機呢 還是那個文件攝影機 文件攝影機是這一支 然後這是攝影機 好 然後呢聲音呢我們來加一下 聲音就是加 擷取音效輸入 擷取音效輸入這邊有一個 Audio IN的地方 抓起來 好這時候的聲音就是來自於 這個盒子 啊這個盒子的聲音就是LINE IN跟這個MIC印 經過這樣的連接之後 LINE IN的地方 我連接我的手機 手機可以播放一些直播的音效 炒熱氣氛的音效 MIC印的地方我就接這支麥克風 視訊呢我就接兩個視訊 一個是HDMI IN 上面那支攝影機 還有USB IN的地方 我就接這一支文件的攝影機 那我們來實際 操作一下我們按錄影 好然後呢我現在可以切換畫面 切換畫面 那還有音效 這個 哈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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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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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哈囉哈囉 哈囉哈囉哈囉 這個音效 那也可以切換畫面 沒問題的 哈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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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搞清楚什麼叫做LINE IN跟MIC印 其實我們真的不需要買這種音效卡 因為這種音效卡只是提供所謂的這個 這個炒熱氣氛的這樣的聲音 還有多錄的聲音的混音 如果啊我們的直播過程中 只有一錄的這個 MIC印 就是一個主持人的聲音 還有呢一錄的這個炒熱氣氛 其實我們大可不用買這個USB的音效卡 我們可以用 剛剛的方法 就是將你的手機呀 變成一個 音效卡 就可以變成一個炒熱氣氛的音效的來源 就可以省掉這一個音效卡的這一個 設備了 就算了